大家好,我是Steven 以往分享的影片都是学以致用的模式 即是好像積木那样,我们处备了很多不同的知识 然后再想如何把它们组合在一起,造成一个网页 而今集会有一个全新的系列,容易自学 我们会找一些做得很好,又或者很值得说的网页 研究一下它是如何规划的,里面的特效是如何实现的 以及一些我们容易忽略的小细节 今集我们会介绍的是Apple iPad Pro 的产品介绍网页 这就是2020年的iPad Pro 的产品介绍网页 我们先很快地从头到尾看看整个页面 会发现随着页面的卷动,会有很多动画的效果 而这些动画更不是一次性 你可以来回地卷动这个页面去控制动画的显示进度 就像在控制一个影片的时间转一样 Apple 的网站近这一两年很喜欢用这种形式去介绍产品 随着你卷动这个页面,会一直跟你介绍它的产品 就像讲故事一样,在卷动到页底的时候 基本上你都知道它这个产品的卖点了 看Apple 的产品介绍网页 用享受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其实要做到它们这种效果 在规划、设计和开发都有很高的要求 它们可以做到像讲故事一样 相信在做这个页面之前 应该会像拍一个广告一样 有画Story Board 的这个步骤 先介绍些什么,有多少个卖点要介绍 以及它们之间如何在画面串联在一起等等 好了,我们回到页面的开始 看看这个页面在技术上有什么特别 一开始的时候就会看到iPad Pro 的正面 配上一个招牌的wallpaper 这种丰富颜色的wallpaper 是想表达iPad Pro 它的萤幕的强大的色彩呈现能力 然后我们向下卷动一些 就会看到这个iPad Pro 开始旋转 这个开场很厉害的地方是 你会预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网页 然后会看到背后有一个很大的iPad Pro 的字眼 Apple 是很喜欢这种颜色的配搭 就是浅灰色的背景 然后配搭白色的文字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配搭 相信在未卷动这个页面之前 你看着这个iPad Pro 旁边的空白的地方 会觉得它是一个白色的背景 但是当文字显现的时候 就可以将这个文字好好地突显出来 还有,注意一下 这个iPad Pro 文字的大小也经过色深调整 它的阔度刚刚和iPad Pro 的阔度相同 在设计上,这种协调可以令你看上去的感觉更一致 而且你会发现 网页的主要内容都是维持在这个阔度里面 这种安排可以确保 即使在很阔的萤幕下看这个网页 都可以维持布局的整体性和可阅读性 至于这个部分在技术上如何实现呢? 旋转的iPad Pro 和贴合在Magic Keyboard 上的这个动画 都是透过Canvas 去实现的 他们将这些动画 预先用3D 软件做好 Render 成一张一张的图片 然后在页面卷动的时候 再控制显示那张图片 至于在卷动的时候可以维持这个内容 不怕卷走了 是透过交替的运用Position Sticky 去达到的 这些大家都可以参考我另一个影片 Apple iPhone SE 产品介绍页面的旋转效果 看看大致上实现的原理 然后用 next computer is not a computer 这个标题 文字颜色是渐变的 这个实现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看看 是用了一张渐变颜色的背景图片 然后透过了文字颜色 设定为透明 transparent 以及将 background clip 设定为 text 就可以将文字造成一个 mask 将背景图片显示出来 如果你想做到渐层的颜色比较简单的话 也可以直接在 background image 里面 用 linear gradient 的减数 生成一个渐层颜色 这个可以参考我另一个影片 CSS 最光灯效果 参考大致上实现的原理 细心看一看这个标题 可以看到 it's not a computer 之间的空格 是用了 an NBSP 去处理的 但是 your next computer is 之间 又用了普通的空格 那为什么呢? 空格和 an NBSP 有什么分别呢? 给你三秒钟时间想一想 3 2 1 猜到的就继续听 看看对不对 猜不到的更加要继续听 an NBSP 的传写是 non-breaking space 我们也知道英文句子里面 会有很多个空格 会根据容器的宽度 自动在最后的空格断行 分落下一行 但是当用上 an NBSP 作为空格的话 就不会在这里断行 所以这里 it's not a computer 这个句子 无论容器宽度有多窄也好 都会维持在同一行 估计是因为在文案的角度 这样传达的信息会更加清晰 再看看下面这条文字 会见到 iPad Pro 中间的空格 也是用了 an NBSP 这样是为了维持 iPad Pro 这个产品名 永远都会维持在同一行 因为如果 iPad 在一行 Pro 在另一行的话 传达的意思可能就会变成普通的 iPad 可以见到 Apple 在文案方面的要求的确很高 继续卷动这个页面 在这边介绍萤幕的部分 用了 iPad Pro 的 Wallpaper 是为了连贯之后出现的 iPad Pro 这个表达方式很好 有种电影过场的效果 在这里留意一下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当 iPad Pro 刚才出现的时候 是锁机的状态 再卷动一些出现了解锁的动画 这个细节应该是用来表达 Face ID 面容解锁的 虽然这里的文字没有特别介绍这个功能 但是这个小细节看下去就更像一部真实的 iPad Pro 放在你面前 上面分为左右两栏的文字 我们看一看 是用 Flexbox 去实现的 这个就很简单了 对了,我们留意一下 Apple 网站的标题字 而且多数都会把文字的间距稍微缩小一点 看下标题字就会更加紧致了 继续卷动 会看到 iPad Pro 的解锁页面向上推的效果 如果你在用 Trackpad 的话 这个向上推的用户体验就会非常一致了 左右这些卖点是图片 透过 Figure 标签载入 然后在旋转之后介绍镜头 在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为了营造这个旋转 在一个立体空间里面进行 在旋转之前 这个标题字是踏在 iPad Pro 上面的 而在旋转之后 iPad Pro 就踏在这个文字上面 这些是可以透过调整 Set Index 去实现的 然后这个转为夜间模式的效果也很简单 增加一个 Class 将背景颜色计定为黑色 然后加上 Transition 就可以实现漸变黑的效果 接着是这个穿入镜头的效果 这个我觉得是整个页面里面 试过效果最好的一个 可能你会在这里来回卷动 这个穿入和穿出的效果 这个穿入的效果 有一种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的错觉 但其实最后这个黑色环境 就是漸出了 我们仍然在同一个页面里面 接着下来介绍了三个功能 一边卷动 上面介绍的文字也随之卷动 如果看不及的话 向上卷动就可以回到前一些 这个可能就是支援来回卷动的好处 然后再一次用上了由背景图片 带出iPad Pro的效果 这里比较像是一张海报 很考验设计师运用空间的功力 但是也可以看到一个小细节 就是卷动的时候 iPad Pro有轻微的由近至远 放下的效果 然后再透过吸收和打开iPad Pro 将Magic Keyboard切换到画面里面 再来就是介绍iPadOS的cursor 在这里我们看看source code since point and click 这个最后的句号 在source code里面是用了一个Display None 将它隐藏的 而在画面里面是由另外一个圆形的元素去代替了它 那为什么我们要将这个Display None 的句号放在页面里面呢? 再给三秒时间你想一想 3 2 1 好,这个文字的句号即使在页面里面不显示 但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是由一个原点去代替了这个句号 所以我们会认为这个句号一直都存在 而用Display None 去将这个文字的句号在视角上隐藏 是为了被搜寻引擎 例如Google 在获得这个网站的资料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句号 这个可能又是Apple为了统一文案的原因 然后下面出现了iPadOS的Doc 可以看到它是一张图片 左边五个App icon本来已经在了 而右边的三个App icon 是因为要处理动态的关系 在网页里面另外实现了出来 而这个日力的App更加会放大 模仪打开App的效果 再穿插到另一个画面 将iPad Pro又显示出来 这里我觉得日力的App icon 如果可以用SVG去做的话就更加好了 因为现在用图片放大了 会出现一些模糊的问题 再来介绍Apple Pencil 在上面画出来的这条线是用SVG去做的 本身有一个线条的pattern 然后透过Stroke Dash Array 和Stroke Dash Offset 去实现将它的线条画出来的过程 这个可以参考我另外一个影片 CSS打勾效果有相关的介绍 然后又是一些小细节 在Apple Pencil贴在这个iPad Pro上的时候 显示出Apple Pencil 只是充电的小提示 再到Portability的部分 我挺喜欢这个部分的动画 因为我正在用Track Pad去卷动这个页面 所以卷动到这里的时候 有一种用iPad Pro托着这个文字的感觉 然后后面也是比较静态的内容 大家看动画看到这里可能都觉得累了 反而用比较静态的手法去显示 页尾的内容会更加合适 四个不同型号的iPad对比的表格 都是用Flexbox实现的 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内文长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Buy和Learn More的字眼可以保持一致 在最底显示 我们看看结构 它分了做上下两个部分 分别是Sell Top和Sell Bottom 然后它的容器 Product Column里面就设定了 Justify Content 是 Space Between 就可以把两个元素一头一尾排列 最后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一直贴在顶的header 有一种模糊玻璃的感觉 会透出一些页面的内容 实现的方法是设定背景颜色 它用了RGBA 所以可以直接设定有透明度的背景颜色 然后加入Backdrop Filter 的设定就可以了 好了 Apple iPad Pro 的产品介绍网页就说到这里 不知道你觉得它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喜欢的朋友记得like和share 还有关注Coding Startup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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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